我们继续再来看有关表单部分 那上个礼拜那个表单 我们做完最后会有个启动表单 这个启动表单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你如果按一下它 你要把那个表单启动的话 那因为我们新增一个 制定表单之后呢 它会有个名称也叫home 那你就home.show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程序里面 就是写一行程式 叫做home home就是那个表单的名称 点show它就show出来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那个部分有写的话 按一下它 那它就跳出来了 那这个home.show 基本上呢 你只要写在哪里呢 将来当然你写完这个表单之后呢 那第一个开发人员一定要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你的 这个有密码 上礼拜我们有加个密码 所以要打开 然后在我们的模组里面 也许在最下面吧 有个启动表单的一个这个程序 所以基本上当然你可以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就一个sub 我讲过反正你只要建一个按钮 就想到一个sub 那sub的按钮上面的名称 也许就对照这个名称 那里面的话就是home.show 那因为我做了两个 所以我这边有home.show 如果你是做第一次你就home 那我希望二二三 也许你有很多个表单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启动起来 那那个表单放哪里呢 基本上就在这里 所以在那个Excel的VBA专案里面 它基本上如果你有加这个表单的话 它也会自动帮你新增一个资料夹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资料夹 是不会有出现的 然后呢 如果你有写一些VBA程式 那一定会有模组 OK 那如果说你全新的 什么事都没做过 那这两个一定是不会出现的 OK 所以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常发生状况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档案就是一个VBA的专案 所以请注意一下 之前有同学开了好多个档案 结果呢 把每个程序都写在同个地方 可是它是分开来的档案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 那个文字那个范例 然后呢 结果同学好像开了 看到反正是空白的地方就写过去 结果它变成一纯档 那个它的VBA程式不见了 原来为什么 因为它写在别的档案里面 所以你要认清楚啦 反正这个专案里面就是这个 会有表单 然后会有模组 我们要启动的话 就是增加一个home.show home.show之后的话 再到那个前面这边 增加一个按钮 还记得吧 插入一个这个 这个有一个什么 表单控制项 那你就在这边拉一下 然后呢 它会跳出启动表单 那你就把这个启动表单名称复制 然后再把它贴上去 OK 所以我demo过了 所以应该各位就按下它 它就启动了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样的 你有很多个表单嘛 反正你就按很多个按钮 或者是说干脆也有人怎么 一个表单是总表 那进来之后还有很多个项目 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看个人怎么样设计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当我输入资料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 比如说它的名字 比如说AAA 这个没关系 然后它的这个层机 反正类似就一个层机 然后你按Enter它就会往下 然后OK 那再一个Enter它就会新增 按下新增之后 资料就会新增过来 这个是一个最简单基本的设计 基本上我们没有做太多事情 就只有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丢过来 那程式的撰写基本上特别重要 反正你要拿哪个资料 这个也许我们没有改名称的话 这个元件它叫TestBox1 第一个吧 它里面的东西呢 就是有个属性叫.test 它可以把里面的资料 丢到哪里呢 丢到我A栏 那A栏的最下面一列 也许我要指向这个位置的话 我讲过了 你可以用一个物件叫Sales 这个我们用很多 但是哪一列 我不知道 所以有个R的变数 那R怎么来呢 你可以把也许从这边往下追踪 或者由这边往下 反正都可以了 追踪到最下面一列之后 再怎么样 把它加1比较好 所以R就是最下面一列再加1 逗点哪一栏 A栏 所以你这边的话输入一个A 比较好 A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东西 TestBox1 点test就好了 这个是什么 一样嘛 所以SalesR B栏等于什么 这个TestBox2 点test 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反正你想要选对了 资料就进来了 应该不会有错啦 那只是说呢 可能比较会有变化的 就是说 有同学可能 不见得是这样的状况 也许它里面资料 全部都没有的时候 OK 不过应该栏位名称 这个可能控下来 可能要自己再填一个 然后也许你这边的话 要有一个名称 最好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都完整 然后再Key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有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向下追踪 可是Ctrl向下 你会发现它追不到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没关系嘛 你可以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就是说如果完全都没有的话 那变成说你要新增之前 要多做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新增这边点两下 这个R 如果说这个写法是一定有资料的状况 但是呢 字放大一下 字好像太小了 这个9号字 所以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调大概12号字 给字放大一点点 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那这个R呢 如果说那就要判断了 判断什么呢 那基本上最简单的判断是 加一个F F我的习惯是 检查一下A2这个储存格 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它是空的 那表示底下都应该都没有 因为资料 新增一定是连续的 不可能说中间断一断 所以检查一下 A2这个储存格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我R就等于2就好了 就从第二列开始 OK 那写法的话就是什么 我这个时候就不用Sales 只用Range好了 Range指向什么 A2 所以特别是双1号这个 有时候同学常要漏掉 A2里面的资料是不是空的 等于空的 这样就OK的 Zen 这个前面做过逻辑判断吗 然后 如果是空的做什么 如果是没有 那就是R等于2 如果反之 那就是有资料 那就是 最后把endif打上去 那习惯上 如果你要起一个逻辑判断 它的结构先给它 这个我想已经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以后反正你就照这样的模式 然后如果说 这个R等于2 表示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R呢 我们就从第二列开始 直接给它2就好了 它就会直接从第二列开始 对不对 OK 那如果说呢 它不是 它里面有东西 有东西表示有填过东西的话 那它就会怎么样 就直接这个 OK 所以把这一行搬过来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 假要改的话 这些同学问的问题 在论坛上有贴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回答 比较快一点点 也许你们以后会遇到 那实际上这样子 有没有 就如果没有 它就从第二列 有的话就往下追踪 加一列就好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 因为这个用了还蛮多 很多地方就这样用 所以你一个简单的输入 加一个这个东西就OK了 OK 好 应该可以理解了 这个部分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 再来就是启动它 我们看一下 当然如果说你怕有错的话 假如你写完这些 假如怕有错 你可以设中断点 可以停下来再检查 我们直接来看 启动表单 那这边输入AAA 然后资料是几分 然后Enter Enter OK 按新增 你会发现 没错吧 那如果说因为已经有资料 它会怎么样 往下追踪 那往下追踪的话 我们看一下它往下追踪的程式呢 基本上我看一下从哪边追踪 从A2 感觉A2追踪不OK 这边改一下 改A1好了 因为如果从A2去侦测的话 会变这样子 所以如果从A1侦测的话 Ctrl向下 就会追到这里 OK 所以追踪的话 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改成A1 这样比较保险 这个地方就可以追到 那如果往下追 就追到2 2再加1 那就从第三列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再启动表单 假设又多一个BBB好了 然后它的成绩 随便key一些资料就可以了 按新增 基本上又过来了 OK 那同学就好像还有第二个问题 新增完之后 游标可不可以自动放在这边 这个会更贴心 如果要解决第一个问题 如果第一列没有资料的话 OK 第二个的话 如果填完资料 并且把旧资料给清空 它希望把游标直接放在这边 那放在这里 这个东西叫做 假设叫Test Bus 1 那如果你要把游标放上去 这个动作叫点 点下去会有个方法 叫做Set Focus Set Focus 就是游标放上去 OK 所以你要怎么打在哪里 按打的位置的话也是把它关掉 那一样我们再切到那个Visual Basic表单 点这个 因为我是点它之后 程式放这里 那所以你清完之后呢 这边都清空 对不对 那你可以多一个动作 也许在这边多一个什么 游标放在Test Bus 1好了 也许你这边的话 再加一个 也许你就再打一些字 然后打上什么呢 打上直接就是干脆直接复制 Test Bus 1 有没有 这个哦 第一个嘛 然后它是电 如果你不会P没关系 点一个Se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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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cus就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就出来了 出现了 所以其实以后反正你如果表单物件 表单物件上面的东西你不知道 没关系啦 反正它一定是两种 一种是属性指的就是它的状态 它的外观 注入此类的一些讯息 那一个是方法 方法就是说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要Copy它 要剪下它 其中有一个是游标放上去 就SET Focus 点它一下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多这一行哦 上面当然你可以自己加一个注解 比如游标放在那个等等的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游标放上去了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 再来就CCC好了 OK 然后随便也Key一个成绩 OK 按新增 新增刚刚游标不会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按新增 有没有发现 游标放这里 OK 所以基本上 大概你想得到 其实都做得到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键盘滑鼠 可以操作的 SEL全部都可以自动化 那当然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我想它应该是 你想得到的 几乎都做得到 只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实做出来 而且并且把我们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功能 全部把它组装在一起 但每个人工作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范例不可能一体适用的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些些修改 但是同学提的问题其实非常好了 那就两个部分 两个重点 第一个如果没资料的话 该怎么做 所以我这边的话 刚刚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果没资料 我判断什么 A2是不是空的 所以就多了外面这个逻辑判断 第二个是游标放在 第一个储存格上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可能你们等一下还会有几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启动的时候 假设说它输入的成绩 第一个不是数字 第二个不是在0到100之间 第三个没输入资料 那你是不是这些可能错误 你都要先过滤掉 因为如果你没有过滤掉 那输入的资料就会是有问题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设想的越周到的话 那将来使用者输入的资料 就完全不可能会错误了 所以如果不可能会错误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花人力去做检查工作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都不要检查 那你要省掉太多时间 所以这个我想太多同学 或者是说公司行号 因为最近像今天我出门的时候 之前我就收到一封mail 来自于一家跨两岸的公司 他就是希望帮他们解决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东西来源太早了 有对岸的也有这边 然后通通一起输入 就一起输入一起输入 大家都输入自己的东西 只有格式乱七八糟的 所以他们可能眼前他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输入端统一 以后固定就这样子 反正你输入跟我输入 可能只是繁体简体不同 其他都一样 第二个问题是已经输入东西 怎么样把它做 可能因为你花人力去处理 那个很浪费时间 他可能想说需不需要有一些自动化的处理方式 自动把这边搬到那边 那边搬到这边搬来搬去 最后就可以达到他要的东西 对不过这个当然是可以办得到 只是说有些细节 可能一步一步慢慢切开来去讨论 OK好 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是上个礼拜的 我们的那个 那个表单部分 那所以这个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你上个礼拜如果有存档的话 那就把上个礼拜那个档案打开 就可以看到 那需要改的大概也许就是这个 Nan的部分 这个指的是表单 就是你拉一下这个表单 因为我已经有Home 所以这边就不能有重复的名称 另外还有个什么呢 那个Caption Caption值就是这个东西 大概两个地方 其他就是顶多再加上一个背景颜色 这个可改可不改 如果说你刚开始只要有东西的话 颜色不改没关系 那还有就是这个 拉一个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其实只是装饰用的 所以你反正上面更改它的Caption就可以 Name不用改 因为将来我们不需要存取它里面的资料 所以这个Label名称不需要改 还有可能字的大小 这个改这个是拉第一个叫Test Box 1 如果你原来第一个名称跟我不一样 尽可能改成一样 不然的话将来程式会可能你要使用上面需要更改它名称 OK然后最后的话加一个Button 加一个那个按钮 那就可以Walk了 那再来的话 做完之后 那我刚刚有把我做完的程式码 一样是贴到这个地方 检查是否为空白的工作 意思是说它只有栏位名称其他都没有 就是这一段 所以你将来如果需要的话就是把这一段复制贴上修改一下就好了 其实很多地方 程式码都不需要10倍的 有些时候你也许可以把它当范本 需要的时候贴上再修改一下 然后输入完之后游标放在Test Box 1上面 就是多一个Set Focus 那再来底下的话 改良版 这个当然也是锦上添花的 也是没有太一个Walk了 你只要注意一下不要输入错误就好了 但是呢 你如果要给使用者输入的时候 难免他不知道该输入什么 所以可能的几种状况 一让他判断有没有输入什么 资料 如果他什么都没输入 按新增 那程式一定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先判断 第二个的话呢 0到100之间 大概主要是两个 其他如果还有更多 方法差不多 你再修改一下就好了 那有哪一些地方做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 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第一个 如果完全没输入资料 按新增 有没有 请输入资料 所以他如果只有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 这个按新增 也不行 一定要全部都新增就对了 这个是必要的 假设他真的就有输入了 但是呢 他输入了一个这个层级 比如说这个层级有其中一个 有两个好了 一定是要0到100之间 结果他这两个不对 怎么办呢 按下新增 他还是会跳出什么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并且把错误的那个 怎么样 清除掉 游标放在上面 这样比较贴心 不过这些没做也 没 反正 当然你如果越做完备的话 当然问题越少 OK好 要不要清除掉 给他输入一个正确的 这个还是不对 再新增 你没办法 他又判断出来了 把这个新 全部正确了 好 按新增 这个时候呢 他才可以正常的输入正确 所以如果这些都OK 你会发现做事情 其实就会很流畅了 你给人家输入人家也不会犯错 那你拿了资料 你也不用再去检查了 基本上应该也不会太多问题了 OK 所以你前面考虑的越详细 当然越好 那当然我只有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没有输入 第二个是成绩是不是0到100之间 当然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还有更多可能的错误 那你们自己再去修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这两个部分怎么修改 第一个 一样再到那个Visual Basic里面的 一样是这个表单 因为我是把它写在Home 2 所以Home 2打开来 那因为我刚刚写的程式一定是按下按钮之后发生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撰写去修改里面程式一定也是点这个按钮两下 程式写在这里 OK 这个跟前面的稍微有不太一样 好把它点开来 那再来的话 我们程式 我是写在哪里 第一个 这边判断有没有输入资料 有没有输入资料的话呢 怎么判断 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 其实这边呢 就是四个 1到4 那都叫testbox 有没有 所以后面它的里面的资料叫.test 这是它的属性 如果等于空的 这个好像常见嘛 等于空的就没有东西 或者是 或前后要空白 OK 第二个 一模一样 所以你做好就把它复制贴过来 改个2 贴过去改个3 贴过来改个4 那如果还有更多的话 你就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 OK 好 大概是这样 然后 也就是说如果它其中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 偶尔是指的是什么 或 and 是一定要同时发生 如果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空白的 那你要给它一个警告 所以刚刚那个东西跳出来的 那个小小的 小小的那个讯息视窗 那个东西是叫做messagebox msgbox 这个东西 那它后面呢 你可以加上什么 在讯息方块的里面 你要给它什么提示 请输入资料 反正你要打什么都可以 或者你要打更多也可以 OK 好那我只是简单的打一个讯息 那再来特别注意 因为它这个只要有资料空的 它有个讯息之后呢 再来你底下就不能往下跑了 就要让它怎么样 离开这个程式 离开这个副程式 sub 离开这个程序 应该这么说 所以呢你只要加一个什么 is this sub 它就怎么样 从这边呢 直接就跳到这里了 底下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了 OK 所以这个就防止你程式有错误的话 不会再继续往下 所以这 这几行其实都还蛮重要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做什么逻辑判断 反正你就写在这里 一直写 如果说要同时发生 你就用and 如果说其中有一个状态发生 那就oh了 当然这个写法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逻辑判断 固定的写法 所以写来写去 只要你不要漏掉东漏掉西 都差不多 这个是一重的 一重的判断 那我们刚刚有那个else 就两重 那还有else if else if 那就是多重的 那基本上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在程式里面 你说还有什么判断 反正不外乎就一重 两重三 多重嘛 不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也蛮够的 那基本你也不用把程式想的太复杂 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 循序的就对了 ok 第一个 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该怎么判断 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 如果要判断0到100之间 那你会发现 底下的这个0到100之间的程式变得比较长 为什么 因为这个空白我是全部都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中间加一个偶尔 可是这个好像0到100之间就没有办法这样 为什么 因为它变成要个别的判断 比如说呢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都要成绩嘛 所以变成说第二个 ok 那分别判断也没差 如果第二个 test part 2 就第二个 就是输入的第一个成绩 它大于100 或者是小于0 ok 这别说这中间一定是oh 不可能是and 不可能它要大于100 然后又小于0 不可能 就是其中一个发生 也就是说它的成绩 不是在0到100之间的叙述 所以怎么样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 就这样的叙述 ok zen 一样嘛 请输入什么之间 然后呢 我多做了 比上面多做了两件事 第一个 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这个应该 不陌生了 游标放在上面 这个也不陌生 一样是跳梨 所以比刚刚多做了两件事 清除资料 跟游标放上去 ok 然后判断是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也许你上面东西可以复制下来改 也ok了 然后 然后 第三个 就是刚刚跳出来的第二个成绩 那你想说做完一次之后的话 下面跟上面不是差不多 所以聪明的人都知道 把复制贴下来改3 改3 改3 给你改4个地方 有没有 其他都没有 没有变 接下来改4 也是改4个地方 ok 你只要改对的话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 所以我刚刚做的动作 就是主要是这些东西了 所以按 有没有 这个这样 现在应该就不会错了 所以基本上这样也大概蛮够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 这个打130 按新增 有没有 他会把这个清空 优标放上去 ok 然后打一个正确的 按个新增 这样就ok了 基本上大概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其实如果拿他来做一些表单的输入 甚至 要把它修改成VBA版本的 像什么进销存的系统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且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公司 慢慢就舍弃掉那以前的那种 可能他一个资料库的这种开发模式 直接就拿这个来做 也方便 而且呢 他的弹性也比较大 而且甚至 因为现在 大部分可能在写这个的人 基本上都不见得有 就是不是像MIS 或者是工程师的 反而是自己来写这一块 为什么 因为以前你还要经过一首 你还要先把你的想法 整个在跟工程师跟设计师跟分析师讲 讲完之后呢 他开始做 可能又是三个 可能一 三个月之后半年之后 然后做做完之后 他要上线测试 可是测试 因为你跟他的想法是不同的 他不见得懂你想什么 其实就像我以前一样 我帮别人写 也许写什么 写公司内部的一个流程系统 或者写一个图书馆系统 好了 那那个图书馆语言他跟我讲很多 但是我可能最后 其实大概只有听懂他50% 所以我做出来东西 变成怎么样 要不就互相妥协 互各退一步 不然最后一定是没有结果的 也许我帮他改一下 也不是全部改 然后他也可以慢慢调整一下他的流程 最后就中间 但如果说今天是你自己写的 我想应该满意度会是最高的 因为你如果可以用你的想法 写出一个东西来的话 应该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但是你们可能需要一些 就是这些方面的素养 如果你这方面素养累积下来 哇那应该可以非常的好 OK 好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这个地方 我多了 多了两个 一判断有没有输入资料 二判断是不是在0到100之间 这个地方 这两段程式 那这两段我也会放在云端上 我们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